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晚上 喝个饮 这是在哪里啊 这是在图莱多 西班牙马德里 南部的一个旅游城市 古镇图莱多 边走边路吧 边走边路吧 有点黑啊 先带着大家逛个两圈 然后呢再进入今天的正题 好吧 哎呀就起雾了啊就起雾了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啊 先看一下啊 刚下了车就起雾啊 然后呢 雾起了一个小时啊 然后又是明月当空 明月当空一个小时之后呢 又起雾啊 现在我出门走走逛逛啊 我已经是好几年 没有跟家人一块出来了啊 这次呢也是出来抖一抖看一看啊 这样看的话你看看 哎就亮堂了吧 敞亮亮堂了 能不能看到我哈的气啊 温度比较低啊 这是一个旅游城市啊 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啊 就是正儿八经的出来了啊 带着家人啊 这一次呢跟家人一起啊 我出来买点东西啊 先给大家看一看啊 这个有风景 大家一块看啊这边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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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进入正题了啊 进入正题啊 为什么想聊这个话题啊 大家看标题点进来了啊 呃我今天我从巴塞罗那 往这边赶的时候啊 一路上就看到了非常多的啊 不光是啊是是全世界各地的这种 那太多了啊 亚洲人啊日本人韩国人 你听他说话听他表情啊 看表情能够看出来很多 黑人很多 南美人很多啊 有些那些面目特征啊 一看就是啊墨西哥人啊 都能够看出来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啊 这是一个全球化的趋势 这是一个地球村啊 都趋于地球村 这么一个趋势 所以说不可避免的啊 然后中国人呢 也在往国外走啊 但是呢 普遍来说中国人吧 有些人总是说中国人走哪 祸害啊 什么打黑工啊 丁胖子金盘奖 是不是就是这样吗 到国外去怎样怎样 那这个说归根结底啊 还是一个中国的护照不好使 你走哪都你都不像是 就是南美人啊 都说葡萄西班牙语的到西班牙 那是宗祖国呀 啊 得照顾呀 那中国人到海外 那起点就是比别人低 这一点你得要认清楚这么一个既定的事实 但是啊 也不用自卑啊 不用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说中国话 就感觉低人一等 完全没这个必要啊 因为 我很自信的说啊 其实东亚人的智商是比白人要高的啊 当然了有人说这个智商没用对地方 是啊 天天看三国演义 天天看水舞传 是吧 这个智商确实有点没用对地方 但是真正为了生存把这个智商发挥到极致的话 而中国人还是能够呃生存他下去的 你比方说金胖子啊 丁胖子啊 金牌奖师啊 金胖子丁牌奖师 丁胖子金牌奖师 这个奖师你看看他也是杀出一条血路啊 进入正题了啊 刚开始啊搞美式要饭啊 大家都觉得这是太丢人了啊 呃什么举报老板确实举报这种行为 一直都不提倡啊 然后呢搞到全世界不是全世界全美国啊 不敢用中国人的黑工了啊 那他没办法他也得吃饭呢 啊就是说豁出去了 是吧既然打工 他不给我一个出路 我就去开辟一个新的赛道 我就去开辟一个新的战场 我就去啊开发新的蓝图啊 展啊这个展望啊 这个新的蓝图不是展望 是是构想新的蓝图 什么呀啊美式要饭啊 你看看美式要饭创始人 这一盘而红啊 呃据说呀是 不工作啊光做电子宠物赚广告费一个月 能赚20万人民币啊 有人说什么三河大神 之前说那个三河大神啊 什么干一天玩三天 现在人家这个美式要饭什么呀 那就是啊工作不用干 月入20万啊你不用羡慕啊 其实这都是被逼的啊 但凡能够有个工作啊 不让你累死累活啊 不让你做牛做马 能够养活自己 谁也不想走这一步啊 呃确实打黑工是很累的啊 这一点想出国的 一定要认记住这么一个事实啊 现在呢我倒觉得那个丁胖子讲师啊 嗯怎么说呢 我我现在不讨厌他了真的刚刚是觉得挺反感 现在我不讨厌他了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这个不讨厌他的这个理论的力度点是什么呢 可能我这个观点呢很多人也是不太赞同 我说一说你就明白了啊 你想北上走下这么多人 刚开始是什么呀 是索罗斯啊 他们在背后资助给民主党拉选票啊 然后呢就在南美洲组织人往美国去偷渡啊 然后开着都是开着车送 然后临近到美国之后啊给安排了专门的路线 这从南美这一路上都有各种各样的那种补给站啊 落脚点啊 一直到美国境内啊 然后你们就啊自己八仙过海各下神通啊 美国边境给你放松 什么人都涌进来了 刚开始北上走线是为了给民主党拉票仓的 后来呢有一个中国的小恐龙过去了过去之后啊 火了红了带来一批人带火一批人都开始走 我之前我说我不推荐走我不推荐走真的 你走过去之后 那个地方中中间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前一段时间 包括在巴拿巴拿马附近啊啊二十几个人失踪 是吧就是说中国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这些信息都是当地人他们在聊啊 我朋友呢正好呢他是在一个西班西班牙语的群里边他听到这个信息了 所以说这个北上走线是不提倡 但是呢有一句话怎么说的来都来了啊 就是说要这个吃民主党的福利啊都说什么黑命贵啊黑命贵都不弄黑大爷怎么样啊我老黑啊老黑我老黑躺枪啊躺着也中枪 就是说这些福利啊给那些黑人吃纳税人养了呀纳税人养着的啊 而且华人也是纳税的大户啊啊你说偷税漏税那其实也也纳税啊就是没有不偷税漏税的不要说华人偷税漏税但凡做生意的没有不偷税漏税的说的好听一点啊合理避税啊 纳税人缴这么多税然后呢被民主党啊拿过来养这些南美的人啊还有包括这些黑命贵啊那我就想了凭什么凭什么亚洲人的人种就不能过去分一杯羹呢是吧好哎丁胖子讲师横空出世开启美食要饭我就吃这个民主党了他吃就是民主党啊 那我觉得以后啊这是一个新的新的空间啊美食要饭以后还得开点这个分舵呢分舵啊美食要饭这个什么西雅图分舵啊然后美食要饭然后华盛顿啊华盛顿DC分舵啊还有纽约州分舵啊 博士顿啊分舵啊就是开分舵到处收弟子啊教授这个怎样去耗羊毛这是一个新的赛道啊 我就有点怎么说呢我是替那些纳税人抱不平凭什么你们这些人纳的税 要养那些烂人懒人啊是吧黑命贵那黄命贵啊是不是哎丁胖子讲师你还可以再玩了花一点把活玩了花一点玩成黄命贵啊你要是敢去林元贵那我可以给你束个大拇指啊赶林元贵人别人说了那是政治正确啊那是黑人林元贵是啊那凭什么呀啊有华人的商店被抢过啊 那多华人在海外还是比较安分守己的当然了也不排除华人在海外有什么种大麻呀还有在搞什么一些非法的生意的还有一些什么黑帮的啊这电影里都看过啊华人黑帮啊也有呃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生存啊都是为了生存啊所以说对于丁胖子这种金牌讲师啊现在其实也都无力吐槽 然后既然已经既定事实发生了啊你就把这一块给发扬光大哈哈我这么说可能大家不爱听啊咱们今天呢也是一个娱乐节目啊娱乐节目我这边啊 啊这几年我辛辛苦苦纳税啊妈活着没有人家丁讲师活着潇洒啊每天不工作月入二十万是吧 这花都是谁都谁的钱呢纳税人的钱啊但是你不花还有其他人花怎么办 哈哈打不过就加入啊这就要打不过就加入啊我既然我这个是吧呃既然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啊去赚取生活所需 没办法被逼的啊 啊当然了对于他并不是说我就哎非常欣赏啊欣赏啊欣赏啊谈不上咱们就是一个娱乐的形态去聊啊什么爱国呀爱国那几是一个噱头啊这是一个噱头让你去上战场你去吗给你赶枪 中国跟美国打仗了我跟你赶枪打仗啊你去上战场赶去吗到那时候就跟缩到后面去了这个爱国呀都是说的好听啊其实啊都是无力不起早啊爱国能够有流量啊这就是生意啊做爱国生意呢也不少啊放松一点啊放松一点哎呀再稍微转转看一看还有什么想说没说的啊 这出来买东西转了一圈啊这地方也不大转完了啊好长时间没有转了走进去看一看吧别人都都在里面合影啊这个大球球大球球大球球 这样看嗯这样 这样 漫天繁星漫年繁星啊 也攻击啊攻击魔法魔法攻击啊 啊丁胖子这边讲师你就可以说他是用魔法打败魔法是啊面对现在的民主党执政你怎么搞你怎么搞明年大选啊八成这个还是民主党执政啊吃吃穷呢把民主党给吃穷把美国给吃穷有什么办法肉眼可见看到这个国家的堕落我们谁都没有办法就改变这一切啊 啊将来啊还有可能再出现什么啊德国要饭啊法国要饭英国要饭意大利要饭啊西班牙要饭啊我就不参与了啊好吧今天这期节目就是一个娱乐节目啊稍微放松一下啊也没什么主线主题啊就是就着一个丁胖子接盘讲师啊我觉得这个队伍肯定会越来越大好吧 啊先说这么多啥也不是散会